戰機臨時抽調回台灣大修 原因是其中四架F-16戰機 發動機都已經達到最大飛行時數 美方不負責發動機大修 空軍驚覺 台機大條 趕緊調整 因為戰機它必須在高空或是低空 做一個激烈的飛潮動作 所以它的使用受限會因為 記憶體的高度的強力變化 或是說溫差不一樣 會讓使用受限會較一般的 冥堂機來的縮短 光是緊急抽回這六架戰機回台 費用也不便宜 以每架內燃油箱 外加副油箱就有10500公升 航空燃油計算 每架都得空中加油八次 再加上一次地面加油 費用超過一千萬元 再加上四位美方飛行員飛行 F-16這趟美國飛回台灣 就得花將近一千五百萬元 通通台灣買單 而且這六架戰機抵台 四架戰機飛走 外界遊行一來一往 少了急戰力防衛台灣 面對中國的強敵騷擾 說真的很麻煩 我們先把台灣的F-16B 機隊換裝完畢之後 再去美國把F-16B換裝 空軍強調試射台美軍事交流 不便評論 不過緊急調派戰機回台 大修曝光 在整修出場前 面對敵軍威脅 台灣空中戰力空防 恐怕會更加吃緊 三零雄林凱軍 全好台北